副首相麻生太郎 过去常常或从口出 被封为失言大王 最近他为了选举拉票 竟然又脱口表示 北海道的稻米之所以变好吃 是因为全球暖化的缘故 此话一出再度引发外界批评 日本前副首相麻生太郎又失言了 25号麻生太郎在街头为选举拉票时 语出惊人 竟将北海道稻米品质提升的功劳 全都归功给气温上升 此话一出引起众怒 有网友认为 现在各国都努力改善气候变迁 只有麻生状况外公开肯定全球暖化 对此日本政府即使对于麻生所言 不予置评 却也反驳他的说法 其实麻生太郎早已是日本政坛 有名的食言大王 不止公开唱衰 东京奥运还声称纳粹领袖 希特勒是动机正确 同时他也很爱在镜头前教训媒体 以致气实的态度对人毫不客气 也难怪一说错话马上被媒体放大解释 记者 刘宇宙报道